中共中央15号突然公布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 紧接着王力军也传出了被免职的消息 分析认为这是江泽民以放弃薄熙来为代价 来保护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而接下来重庆官场可能面临大清洗 谁会是下一个薄熙来引人关注 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 两会刚闭幕就传出薄熙来被免职 其实温家宝两会后的记者会讲话中就有机可循 因为我想就是温家宝当时呢 他在开这个记者会的时候 从来没有这样长的开了三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当时这个宜道新几次去到温家宝面前说 希望把记者会结束 但是温家宝一直不结束 一直在等到有一个人提了王力军的问题 然后温家宝才讲完之后才把这个记者会结束 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个温家宝的话 他实际上也是等于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表态 因为过去都是不去来自说一自话 所以这个温家宝表态之后的话 反而是把中共最高层的 就是这个薄熙来的态度已经表达出来了 薄熙来事件烟烧到海外 就连中共高层也不得出手解决 分析认为江泽民断尾求生 以放弃薄熙来为代价保护周永康 因为现在焦点是在王力军和薄熙来这两个人身上 那么如果把薄熙来抛出来呢 就可以就是说这个希望能够把这个薄熙来和周永康之间 做一个切割 那么这样的话 当然你还可以保护自己的人马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他如果主动抛去薄熙来的话 他还可以跟这个胡文讨价还价 过去我们一直传说说这个这个周强在 那集他的位置 周强的团派 我是胡敬河的人马 接下来的重庆市委书记 由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兼任 张天亮认为这是中共的权宜之计 下一步重庆官场将可能展开大清洗 紧接的话呢 就是有两种趋势 我们要重视一下 一个就是周永康 因为他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关系实际上是 一个什么样的骂打 就是这个 对这个博士台的审查任务的话 也可能会牵扯到周永康 因为博士台在 3月9号副总理的套路重庆说 我说这个重庆打黑什么什么活动 都会重发的一个指导 就是这样的官场 包括黄继帆他的这个趋向 也是我觉得我们觉得 也是我觉得应该非常关注的 因为博士台他们一会 就是包括这个什么建媒体 什么这个 唱黄打黑啊什么的 他跟黄继帆也是捆在一块的 所以我感觉就是说黄继帆 很快也会出事 虽然目前中共还勉强保留了 薄熙来政治局委员的职位 不过外界推测 他的政治生涯已经终结 这颗震撼弹所掀起的波澜 将指向何方 各方关注 新桃电视林兰李日金采访报道 我感觉到这边的电视林兰李日金采访报道